花蓮县政府协同了中研院、台东大学和卓西乡布农族人共组了回家团队 透过考古学的视野记录了拉库拉库溪流域的主居地 也修复了加薪旧社百年前风貌 持续四年走回传统领域的历程 累积了很多动人故事 而这些成果呢 目前是在花蓮的铁道文化一观展出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2017年到2020年 花蓮县政府协同了中央研究院、台东大学等团队 和卓西乡的布农族人共组了回家团队 透过考古学的视野记录拉库拉库溪流域的主居地 修复在线加薪旧社的百年前风貌 布农回家其实是文化部推动再造历史现场的一个大的政策 全台有33个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 那唯一一个以原住民为主题的就是我们花蓮 然后以拉库拉库溪布农族的领域里头来推动这样子的工作 那主要的工作是从布农族的族人 从现在的市区部落回到早年的旧社部落的过程 当作是一个计划的主轴 那包括在加薪族社的复建过程当中 然后以部落族人自己的力量 然后在国家公园内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在部落的凝聚 部落的传统族社的恢复 以及在行政上面的协助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突破的案例 布农回家拉库拉库溪流域布农族族族溯源 及重塑计划成果展示 10月8号在铁道文化园区一馆展出一个月的时间 10月8号起在铁道文化园区一馆展出一个月 整场空间分为三个主题 包括了老家拉库拉库溪 家屋和家屋以外的 以及猎人领路等 展览开幕一室特别邀请到卓西乡 伦山国小合唱团演唱回荡在山林的乐音 天籁之音邀请大家走进拉库拉库溪流域 认识百年前布农族仙人心情开垦的家园 和当代族人弃而不舍的返家历程 其实原住民在这一块土地上 市居在这个土地 在过去历史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非常多的困境跟挑战 那今天在这个时间点上 集结大家的力量 大家一起共同去面对这样子的历史 那面对的方法 可以有非常实际的行动 透过旧社的重建 透过所有布农族人 在这个领域 在古道的修复 甚至未来登山向导 等等的这样子的培训 跟组队的过程当中 用现代人的智慧跟力量 去面对过去历史的种种 那是我们希望跟花莲的各位乡亲 一起分享的过程 这里会幻视报导